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呢,给大家看两株蝴蝶兰 这两株蝴蝶兰呢,并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蝴蝶兰 但是呢,我喜欢它们的花色 这株是条纹的 另外一株呢,是斑点的 假如你运气好的话呢,甚至可以在超市里碰到它们 这株的名字呢,叫做Falaenopsis sesame,芝麻 我猜想你一定可以知道它名字的来源 我很喜欢这些美丽的斑点 以及它的红唇和上面的两条龙须 它的花朵本身呢,也蛮大的 应该是七厘米半,八厘米的样子 白底色,深红色的斑点 我认为是很好看的 当然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么密集的斑点 但是我喜欢 旁边的这一株呢,叫做鱼拼snapper 为什么叫snapper我就不太明白了 它的花色呢,我也觉得很好看 黄底色,上面是紫红色的条纹 同样有一个红唇 花呢,略小一些五厘米半的样子 花瓣非常厚,很硬 它还有一点香味 这株兰花的味道呢,非常值得一提 它有一点甜 另外呢,有一股parsley的味道 你没有听错,是parsley 就是我们通常吃的那种欧芹 我不知道你对欧芹有没有了解 和中国的香菜呢,长得非常像 但是味道不一样 同样味道也是非常重 用法也类似 用于汤类啊,用于冷盘的装饰等等 在西餐里面呢,非常非常常见 味道呢,有点怪 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呢,都会喜欢它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 这两株蝴蝶兰呢 是我朋友从多伦多附近的蓝场 带回来给我的 我估计很快,也许就这几天 多伦多的部分超市里呢 就应该会有它们出现了 假如你也喜欢这种条纹和斑点的蝴蝶兰的话呢 那你可以最近去超市的时候呢 稍稍留心 好了,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